这个是我今年新班的家 每次结束一天的工作 回来看到我们家的外面的风景 就觉得非常的放松 非常开心 台胞黄欣盈是厦门长庚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一名医师 来厦门打拼十五载 她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 渴望在这里安一个家 今年三月 黄欣盈搬进了自己新买的房子 值得一提的是 在购房资格 按揭贷款 住房公积金使用等方面 她享受到了和厦门居民同等的待遇 我们台胞就是有可以享有 跟我们厦门市居民一样的 同样的这个政策 有两种的贷款的方式 利率也会比较低 那才减少我们这种 平时就是那个经济的压力 新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支持福建 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 意见中提出 鼓励台胞赞免购房置业 为协助台胞在厦门实现 院落近落 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表示 未来他们将主动靠前服务 根据台胞不同的居住需求 提供更多样化的服务 包括鼓励市场主体 建设定向台胞的保障性租赁住房 向新来下就业创业的台湾大学毕业生 发放租房补贴等 政策很大力的服励大文 房租这方面对我们台胞这么好 让我更想要来这里创业 不仅住有所居 病有所医 也是民之关切 近几年来 厦门持续完善会台立民的医疗保障体系 支持台胞参加医保 享受与本市居民同等就医待遇 其中职工医保平均报销比例约达85% 居民医保住院平均报销比例超70% 保障水平居大陆地区前列 截至目前 厦门已设立八家医保台胞服务站 实现六区全覆盖 在下参保台胞仅6000人 我长期定居在这个厦门 这张卡就是我的护身符了 厦门市医保局表示 下一步将按照意见精神持续完善 台胞在下就医制度保障 协同相关部门优化配套措施 让台胞享受快办 易办 好办的医保服务 我们也持续地提升 对台胞的医保服务能力 包括在线上 它就可以实现所有的 医保服务业务的全程网伴 四季如春 环境优美的厦门 被许多人选为最适合养老的城市 兴隆社区是厦门最早的 对台服务试点社区 有许多老台胞就居住在这里 66岁的台胞熊奇 已经在这里居住27年 他说社区所有的公共场所 服务设施都对台胞同等开放 退休后的他在这里养老 觉得十分惬意 尤其让他开心的是 他可以跟厦门居民一样 参加社保领取养老金 晚年生活更有保障了 跟着国家的经济成长 我们的退休金也跟着上涨 那这样我们就觉得非常高兴 也有期望 此次新出台的意见中提出 要完善台胞在民的养老服务 社会救助等制度保障 为此 新龙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第一时间上门走访 倾听台胞们的心声和需求 中央出台的这个意见以后 我社区就第一时间让网格员 深入网格 去了解台胞的一些需求 我们社区在链接相关的资源 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台胞王凯琳也是新龙社区的议员 2018年他通过社区的宣传 得知台胞可以申领台湾居民居住证的消息 作为第一批常见者 他迅速提交了申请 拿到证后 他说感觉好极了 以前我们用台胞证买动车票 我们每一次要搭车进闸的时候 因为系统不支持 所以必须得另外让工作人员开辟一个柜台 让我们去做人工登记 登记完之后我们才能进闸 才能上车 自从我用了居住证之后 我进闸也就是跟当地居民一样快乐 就系统也支持了 也一样BB就进去 大幅缩短了我近战的时间 台湾居民居住证好用的消息 一传十 十传百 被越来越多的台胞所津津乐道 不过也有台胞表示 大陆广为流行的几款APP 如微信 抖音 支付宝等的个别功能 暂未对台胞开放 也暂不支持以台湾居民居住证 作为身份核验许可 直面台胞所判 新出台的意见中强调 要扩大台湾居民居住证身份核验应用范围 努力实现台湾居民居住证与大陆居民身份证 社会面应用同等便利 台胞们对此充满了期待 半政的动力也越来越大 就在意见颁布的半个月之后 45位金门乡亲 搭乘小三通客轮 组团来厦门 集中申办台湾居民居住证 这也是意见出台以来 厦门迎来的首个半政团 它一定会更方便 两岸同胞的话更浓下 我们给台胞提供像家人一样的一个待遇 我们也致力在打造 就是台胞台起登陆福建的第一家园第一站 温馨路导真情满满 厦门持续以公笔化的细致与耐心 勾勒两岸融合发展的美好蓝图 为两岸一家亲 敏台亲上亲 画上幸福助角